《財資大盜》 林潔營,何文堅 好,繼續回來《財資大盜》 這一節剛才預告了 明天是暑假一年一度的重點活動 就是書展 34屆香港書展 香港運動蕭閒博覽和零食世界 將會在7月17日即明天到23日 在會展舉行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他聊天 就是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副總裁 就是張淑芬女士 哈囉,你好 你好,早安 Rainerby,早安 有一年了 請你來講書展的幾點 謝謝大家 叫我Sophia就行了 Sophia,今年書展明天開始 在會展舉行 先估計一下反應 人流的情況如何 當然,今年我們有很精彩的主題和節目 我們覺得人流應該是不錯的 最主要希望是天公做美 因為之前還在說會不會打風 幸好打風不成 但是整個星期好像都會下雨 但是我們因為今年有一個影視文學 是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多了很多的基建 譬如我們早兩年都開了的會展站 其實都很方便 我們很多旅客都在北區和內地來我們香港 又或者新架區也直達到灣仔 台灣區都即日來回 書展很多朋友都已經在物羅緊孤準備定 是的,很多人已經在網上做了講座的登記 很多都很滿 所以我們都覺得非常正面 今年我知道你們書展年度主題 就是影視文學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講座 剛才提到登記方面很多都已經滿了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今年我們這個影視文學 就是我們的文化互動貢民團投票選出來的 他有一個點題 就是從香港閱讀世界 漫遊光影文時間 其實影視創作和文學的作品 一直都有很獨特的關係 很多文學作品做得好 就搬上電視劇 或者是大銀幕 甚至是上村流平台 同時也因為有些電視劇和電影 很受歡迎拍得很好 觀眾又想買一部原著看看 我也是這樣 看一部電視劇覺得好看 就想買回原著看得再詳盡一些 最近我們都有一套很受觸目的 就是《繁花》 我們都非常榮幸請到繁花的作者 金與程先生 就在上海來香港跟我們講一下 今次跟他對講就是許智東教授 相信已經滿了 我們影視文學年度主題下面 有六位推介作家 分別有李敏 杜國威 陳韻文 王以林 蔣曉美 以及羅卡 卡叔 你看到 其實裏面有作家 有編劇 也有影評 我們文藝郎會展出 六位推介作家的部分著作 有些是他的首稿 甚至上到舞台劇的劇照 獎項 電影道具等等 除了李敏 因為有事 還有陳韻文 不在香港之外 其他四位作家 都會親身來到會展 在香港書展 分享他們的創作 除此之外 因為有作者 你就要有一個影視 導演 所以我們有六位焦點的導演 分別排名不分先後 有現在比較紅 就是王家偉 徐克導演 許安華 關錦鵬 以及兩位新進的導演 包括何雀天 和卓奕謙 亦都有這個展區裏面 會展出他們一些精彩的 或者精選的作品 其中三位導演 包括關錦鵬 卓奕謙 和何雀天 都會親身出席書展的講作 同時我們都想向有五位作家致敬 因為他們的作品 亦都拍成很多經典的改編影視作品 裡面我們選了十套 其中講幾套 包括有譯書的《玫瑰的故事》 最近又翻拍了 許多朋友都看過不同的版本 應該說 沒錯 有李璧華的《燕之寇》 金融的《書劍恩仇錄》 尼康的《袁鎮合與惠斯里》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等等 我們都向這五位文壇大師致敬 所以大家來到《文藝郎》 就會看到 除了有這幾個大師級 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之外 現場我們做了一些AI的照片裝置 觀眾可以化身成為武俠 科幻 甚至是經劇 文初這些不同的造型 然後你可以用一個二維碼 拿到照片 這些都是科技上的配搭 是啊 我們還給予每天一個限量的打印 如果你想拿一張實體照 但名額就有限 所以大家要早點來打卡 每一天都 AI熱潮很厲害 文字始終都離不開 即是創作 AI多厲害 都可能要很長時間 才跟人類的文學家對聘 但這次大家可以試試 輸入一些關鍵字 在AI的程式 在書展 可以將一些經典場面 無間道 功夫 加入你的 可能把槍變成神仙棒 是啊 你說得對 可以試試 是啊 另外還有一個世界文藝郎 我們要多謝特區政府的 民創產業發展署 今年贊助了我們部份的項目 包括剛才我說的世界文藝郎 因為觀眾朋友 可能很熟悉文藝郎 就是在三樓 但我們世界文藝郎 就是在一樓 我們建立中合書刊館裏面 他也贊助了我們一個 國際出版論壇 和第一次舉辦的IP完卓會議 因為想在出版界別 做多一些推廣的工作 而今年世界文藝郎 剛才Raymond有提到 我們除了有很多不同國家地區 因為世界 邀請了他們 我們有一個拆展人 拿出他們的作品 放在我們這裡 和觀眾分享 希望更加推廣香港 成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或者一個角色 搜羅來自31個國家地區的展品 和文學作品 近一點當然會有中國內地 香港和台灣 歐洲方面我們有法國西班牙 瑞士和捷克 亞洲又有印尼、菲律賓、越南和韓國 再遠一點都有 就是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地 這些影視文化作品 講回香港 在世界文藝郎裏面 我們都放了近期票房大賣的 《九龍城寨遺城》 這本電影作品和小說的原著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文字和影像 讓大家深入認識 《九龍城寨》的人物、角色和原著精神 雖然你知道 我們不能回答這個實景 是很貴的 應該已經拆了 但我們都很開心 有一個玩具箱 借出了《九龍城寨》的模型 其實讓大家可以親身 立體一點去看看 這個世界上曾經是 人口最囂密的地方 是怎樣刺激創作的靈感 另外要介紹一下《九龍城寨》的 《原著》作者如宜 都會出席我們的年度主題的講座系列 分享一下他的創作小說的心路歷程 以及城寨怎樣改編為漫畫和電影的點滴 挑戰等等 剛才Raymond提到 AI的劇本變咒 其實就讓大家在這個世界文藝囊裡 就好像編劇一樣 你可以改寫一下這些經典的電影場面 可以改寫一下這些場面的結局 是啊 無間道的天台 讓你玩一下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平時 投入感很大 AI改圖都是寫一些關鍵字 筆卡索再加新城電台 這樣出了什麼出來 是啊 挺有趣的 我相信 另外還有一個裝置 就是影像郵寄 其實主要是希望 我們叫location shooting 讓市民朋友 看到我們香港地圖 在電影取景的地方 以及介紹一下影視作品 在那裡取景的特別之處 這個對於旅遊方面很大幫助 尤其是旅客方面 可以看到哪些取景地方 可以實地去考察一下 是啊 遊覽一下 也很有趣的 是啊 非常有趣的事件 今年參展商方面 的數目是怎樣 和往年的比較是怎樣 有沒有一些新的參展商加入的呢 有價每年都一定有新的參展商 舊的參展商 我們今年書展和往年一樣 都是有三個共同舉辦的同期展覽 除了書展 還有運動消閒博覽 以及零食世界 一共吸引了760個參展商 很適合一家大小 動靜佳儀 來看書之餘 也可以去參加一下 我們這個運動的消閒博覽 以及零食世界 剛才我說到書展 除了我們平時有綜合書館館 兒童天地等等 這些之外還有文具 很多東西去看和買的 我們亦都有八大的講座系列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家 會來到 所以每年這些系列的作家都有更新 亦都會引起很多書迷的關注 除此之外 我們運動消閒博覽 亦都有很多的新參展商 今年譬如香港體育學院 和日本他們的旅遊局 都有帶很多縣市 都來參展 所以不一定要只買飛機票去日本 都可以來我們書展 和運動消閒博覽 看到很多日本 甚至是明年他們的細博會 都有來參加 大版 所以都很豐富 零食世界當然也很豐富 所以我們今年也有很多內容 其實要和Johnson分頭數一下 加上去書展 買圖書、童話、行李箱 還整個零食世界 小朋友進去扭一扭 就帶多個行李箱都搞不定 你留港消費 幫助我們香港的消費市場 即是由早上可以玩到晚 絕對 有些書迷超級證證 除了一次入場 是的 其實我們有一款 是88元的超級書迷證 總之你一個證在手 就什麼時候都可以進來 甚至你可以有個特別通道 不用排隊進去 我們亦都有一些 方便香港市民 如果你以證價的票 買了第一日和第二日的 用證價的票去買書展 你還可以享受多兩次入場 就可以在星期五、六日 就選一天 就七點鐘之後入場 還有也可以在我們 我們最後二日 星期一再入多一次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 都是一些便利的措施 即留回那張票尾 留回那張票尾 是的 第一、二日買了證票 就記得要多來兩次了 當然啦 來一次應該都很鹹 今年其實估計在海內外旅客 甚至在香港方面都會多人 在人流控制方面又怎樣 還有估計在書展方面 人均的支出大約是怎樣 其實我們每年都有去做一絲條言 就問一下大家花了多少錢呢 去書展 而根據上年的條言 就發覺入場人士消費的平均金額 都去到八百七十幾元 而當你問他們 全年你買實體書 即印刷書值 平均支出是多少呢 其實是一千二百五十元 所以你看到八百幾元 over一千二百幾元 其實已經佔了七成 七成的錢 全年買書都會來書展 但又很容易明白 因為書展提供很多優惠 還有很多折扣 也都是一站式 看到很多不同的書種 不單是繁體、簡體、兩岸 有英文書、外籍書 有通俗、有經典、有實用、有消限 有旅遊 所以都是應有盡有 還有最重要去到一個地點 可以看完不同的書籍 不同的展覽 因為有三個展覽 同時舉行 今年呢 其實長租方面 有沒有調整到 特別是如果有的話 福度是怎樣的 其實福度很低 因為我們都是跟隨通脹 還有最大的支出 我們來講 就是現在我們疫情過後 有很多調整 所以我們那些 起攤位的工人 還有那些服務 服務商 其實那個價都很高 我們其實在很多支出方面 特別是我們聘用了很多臨時工 因為都很需要他們的幫忙 還有很多保安 所以這方面都是有很大的支出的 但是我們只是輕輕加上一個 跟通脹掛勾的一個升幅 所以我們同時 亦都繼續給我們很多的商會 特別是我們支持單位的會員 亦都一個很大的折扣 加上特區政府 對於我們現在的一些展覽 都仍然是有一個支援的 譬如說我們那個出口的市場基金 補貼 很多參展商 其實只要它符合都很容易了 就符合他們的那個要求 就已經有一半的攤位 攤位費 是可以已經有補貼的了 所以我們亦都很多方面去支援我們的展商 那你看看今年的書展 其實是不是 逢參展商的角度 以至反應 是不是都已經回復到疫情前水平 你自己看 是啊 其實是的 如果你看數目來說 真的已經跟我們那個疫情前的水平 都已經去到九成 所以這個我們都看到 雖然它在疫情的期間 是有一些調整 但是始終都很容易 就回到九成 甚至是更加一樣的水平 都已經很快了 香港已經算是反彈得很快的一個情況 而我們亦都看到 市民朋友 因為我們有多元化的內容 都很容易吸引一家大小 即不同年齡層的人都可以進來 例如你進行運動私人博覽 都有很多適合 即使是銀發的一些老人家 他們現在都不是老人家 即是很精靈的 即是60、70歲 都是很精靈 很好的 他們其實都有很多適合他們的活動 都去玩的 例如小孩子也有很多適合的活動 我們今年有些成索 有15米的成索 就可以讓他們有導師指導底下去玩 運動私人博覽 有些觀眾來到跟運動員打氣的打氣場 香港體育學院都做了一塊 給觀眾朋友 是想幫我們去巴黎奧運的運動員 以及殘奧會的運動員打氣 他們將打氣字眼拍照之後 就放上一個沒有side wall 這個場 這個打氣場 還要完展覽 就要搬回去體育學院那裏擺 所以我們覺得都挺好玩 挺有意義 靜態的朋友 又可以玩一些board games 又可以有戶外朋友 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去玩 所以其實多方面都有去 父老攜友都可以這個活動 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 我們又有日本館在關西博纜參展 另外18個日本院士都有參展 其中北海道都是我們香港人很喜歡去的地方 都有很多旅遊資訊 甚至有些虛擬的實境體驗和打卡位 所以這裏都值得大家去看 這是跟日本旅遊局有些合作 沒錯 因為他們很積極 因為知道我們香港人很多去日本旅遊 所以都很積極來參展 另外香港遊樂場協會 都有帶很多親子的城網 飛索的活動 銀發市場剛才說過 也有專門為長者設計的 太極推手的機械人 就算你本身不太懂得太極的招式 其實你跟機械人一起玩 都可以慢慢跟你去做太極的訓練 這些都是樂靈科技的一種 沒錯 在書展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推廣 甚至乎我們嶺南文化代表人 黃飛鴻也有專區 黃飛鴻電影也有相關書籍 是不是都有些推廣中國文化的活動 是的 因為我們今年每年都會請很多內地和台灣的參展商過來 今年都一樣 而今年我們很開心 因為每年都有一個主題的展館 是關於內地的 今年就是北京市會過來的 北京市也會帶了很多他們的公司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類別的書籍 甚至有些非為物質文化的講解書籍 以及一些展示 我們覺得這個都要特別留意 另外在我們的不同的展位裡面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展商 例如基督教方、佛教方、大學方 甚至是收藏品專區、心靈書區、年青人世界、開學祭 都有很多不同的展區 真的可以各式其式 讓我們的參觀者進來找他們合適的書籍 即是一天全都要買超級書籍證 所以是17到23號 有這麼多天的時間 但書展延伸的活動 講座也很受歡迎 今年是否有些入場措施 去年余華來到就排到出門口 聽聽聽 有些書迷 大慶而歸 也不是很高興 那些講座的安排如何 其實他們去年有很多人用了方法 不是太正規 所以引致到自序方面受到影響 但最後我們也做到很好的安排 令到每個人來到的人 因為余華老師很好 臨時都幫我們加開一場 加強 所以我們就完滿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今年我們都特別在登記那裏做多工作 希望大家在網上預先登記了 所以今年金宇晴老師的講座都滿了 但我們都提供一些Livestream 希望多些朋友都可以看到 而我們就在網上登記了之後 就有QR Code 這個QR Code 就不能二次給予人的 是一次性的 所以大家如果登記了的朋友 記得 尤其是有幾場比較大的 在五樓舉行的那些 就一定要早半個小時上來 入座先 而其他那些都是有預先登記的 十五分鐘以前都可以的 即是聚完職費 聚完職費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再用 各方面都預早一點 而且一天看不完就多幾天 大家提醒大家 由7月17日明天開始 到23日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今天我們和貿法局的副總裁 張淑芬女士先聊到這裡 謝謝Sovia 謝謝大家